華德夫可能會是一個很好的學校 但是為什麼要幫這個學校 然後要去讓原來的學校消滅掉 我不太理解 而且是完全是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 就是曾經的一個個人的意志 可以這樣做 那不是北洋軍防 還是土北嗎 你說這間很好的學校 我聽不懂 為什麼 教授一個學校是有理想 他是一個理想告那個人 在辦那個人 看政府用不合法 違法的手段 退醫處在科學的時候 這間學校還可以接受 這樣我就不認定 他是好的學校 這個學校我們查過 他是一個公辦民營 宜蘭縣 所以他是一個新的學校 所以新的學校 我們不敢說他一定辦得不好 但是我們應該合理的懷疑 也就是容先生所講合理的懷疑 就是說這個可能跟陳經德或跟民進黨 有特別的某種關係 否則為什麼大費周章 幫他強佔 新中國中的這個行政大樓 要去給他當中他的學校 那所以這第一個 我們合理的懷疑 所以他是公辦民營 如果他是公辦民營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圖利私人 圖利這個學校 圖利這個學校的董事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法律當中 是有不足的地方 第二個 新中國中的宜蘭縣的教師產業工會的理事長 鄭理事長公開出來罵 他說宜蘭還是一個法治的現實嗎 臺灣還有民主嗎 我再問的是這個法律 而且我們人民的財產可以用 這樣被剝奪嗎 他講 其實講得非常好 而且他講出一個重點 是講到我心裡面的話 他說宜蘭是民主的勝地 沒錯 宜蘭在為貴物性的時代 就是臺灣民主的勝地 我今天問電視頭前 尤其住宜蘭 宜蘭是臺灣民主的勝地 你看臺灣用這個保守 去強佔新中國中的土地 去把它徵收成縣政府所有 你看到怎麼會去勝地 你會去勝地嗎 宜蘭是臺灣民主的勝地 你會去勝地嗎 我覺得我們要非常生氣才對 因為他今天抓討抓背 一個國中的所有權的土地 他可以登記成縣政府 他說 曾經說管理單位 已經變更為縣政府 他都跟祝國團一樣 一樣一樣 但如果說以後 你是在蘇澳 或者是在宜蘭市 或者在羅東 你家的土地 宜蘭縣政府覺得 應該把它變更成宜蘭縣政府 那也可以 任何的變更都要經過司法的訴訟 人民財產權的保障 不僅是法律保障 是憲法的保障 是憲法的層次 你沒有經過訴訟的結果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一個變更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監察委員 監察院應該去糾正 應該去糾舉陳經德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違法亂記的事情 而且這個就是因為 上面沒很會 也就是說整個民進黨中央 是用這樣的態度 從黨產會 促轉會 用這樣的態度在違法違憲 上下交針力 所以現在整個陳靖德覺得說 上面都可以這樣搞了 我依然為什麼不能這樣搞 我當然要這樣搞 當陳靖德可以去直接把 救國團的財產登記成縣政府 實隨之位 他又把這個新中國中的管理者 單位已經變更成縣政府 結果呢 直接要派人下去要接管 校長李俊偉不願意簽名 在這個接管的文件上不願簽名 陳靖德跳出來罵 說你根本不清楚校長的職權 然後要求宜蘭縣的教育處 要調查這個校長 要把這個調查的結果 宜蘭 移送法辦 要幹嘛幹嘛 要對付這個校長 好 四個民權團體出來挺這個校長 這件事情反正你想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法律憲法都沒關係 我有權在手 我有警察在手 我愛怎麼幹就怎麼幹 但是像這種事情 就會有民權團體跳出來 國民黨救國團就不會有民權團體跳出來 因為這個跟很多學生 家長他有關係 所以我就懷疑 心中 國中 為什麼會被這樣超成 滿門超斬這樣 校長都要被法辦 名字取錯了嗎 因為他倒過來就是中國中興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看這些 這些陳靖德這些人 因為我們過去跑新聞 跑滿久的 知道他怎麼樣的出身 怎麼樣的背景 他當然一心一意 他是要來 當宜蘭縣長 那當不成呢 當不成別人呢 我也不要讓別人當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心態 我不要讓別人當 因為打 因為你那時候陳老婆跟我在競爭 競爭了半天 然後我就被打壓 他就沒有去登記喔 他本來是要去登記 他本來被新潮流擺在這裡的嘛 因為宜蘭這八年的縣長本來是林聰賢 他是新潮流的嘛 本來是應該我來接 那既然你陳老婆 政國會用這麼強大的力量 那我又犯了一些錯誤被你搞掉了 我也讓你當不成 我覺得他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民進黨內的增溫沒什麼關係 你不能去影響到小孩子 小孩子他原來在這裡上課 你說我把你家裡的多數的土地給另外一所學校 而且一起來上課 那你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他的粗暴 他把對國營黨的粗暴 對互聯會的粗暴 對救國團的粗暴 對國營日報的粗暴 這個方式用到一個小小的地方 可是他影響到小朋友 那家長 然後那些公民團體 大家都出來抗議了 那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是好或壞 其實陳靜德自己心裡應該明白 台灣 反正憲法已經無所謂了 可是有時候我們格局跟眼光看長遠一點 看到歷史 看到歷史 你就會知道說 你用不擇手段的方法 你得到榮華富貴 其實轉眼雲煙 上個週末我到蘇州去 有一個蘇州的中學 現在是江蘇赫赫有名 甚至在國際上都赫赫有名的中學 可是這個中學竟然有1000年的歷史 他是西元1035年 范仲淹 岳陽樓記的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 他所創立 他首創蘇州府學 大門的范仲淹的像 1713年康熙52年的時候 設紫陽書院 這個紫陽書院多厲害 因為當時科舉考試考八股文 每個學校都只教八股文 他堅持 我主要要講朱熙的理學 空閒才教科舉考試 是這樣子的追求理想 乾隆六四下 江南都駐壁在這裡 等到太平天國之亂的時候 攻陷蘇州 整個學校變成廢墟 這個學校有多大 有137畝大 好大好大 我到裡面去好大好大 然後1874年的時候 巡撫張樹生原地重建 人家的地方父母官是在原地重建 是重建這個公立學校的 1904年民國還沒成立 端方巡撫 聘羅鎮鈺為校長 開始做現代的教育的一個雛形 抗戰的時候 日本站了這裡 把他當成什麼 仰馬的地方 然後把整個校舍破壞殆盡 一直到光復又重建 這個學校裡面這個門是智德之門 這是原來大 這個原來中學的大門 民國時期的大門 他們保留著 然後這個校舍的旁邊有這一塊 這也是民國的時候 中華民國幾年幾年 民國時期 他們甚至把他重修 把他好好的保留 保留在這裡 這是一個千年中學的一個格局 那當時清代紫陽書院 你知道在裡面 我在這個學校裡面 我看到清朝的時候 他們的考試卷 第二名紫陽書院的考試卷 攝影大哥您拍一下 導播看一下 這個我們每一個人都讀得懂 凱書 繁體字凱書 清朝到現在 兩百多年 每一個 然後老師怎麼樣點評 全部都有 這個歷史 人家一個中學是這樣子的做 然後乾隆的碑 這塊碑是原本的 原件的碑就在這裡面 然後藏尊金格 官皮 這個原來的輔學的 原來的樣子 模型都在 教育部審定中學校師範學校用 民國新教科書 你看民國時期的 江蘇省第一師範學校 他的原來的模型 這是原件模型 他都復原給你看 學校裡面春風話雨嘛 所以春雨池 一個中學 這是人家的中學 然後回過來看 我們的陳經德 是這樣對付一個國中 韋漢 剛剛之前你在講說 去看蘇州府學這個地方 是先教朱熙理學 再去講科舉制度 為什麼 因為要先培養人的人格 以及對學士的一個定性之後 再去追求在科舉上面 我考試要考高分 陳經德他也退讓了 他說因為地方反對 所以我們暫時就不讓華德不實用 沒有必要這樣做嘛 一個學校 現在因為少子化 每一個學校都會有空於的教室 學校會做利用 讓小朋友課後教學 或者是一些 我不相信新中國中 他的那些被接管的教室 本來是空的